管碧琳可以装作笑笑的 你一点打他也没办法 他继续就是他那个调子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我重庆 我们看到管碧琳似乎看起来疯疯癫癫 而且看起来似乎完全冷血 但事实上原来他是有理性的计划 这个理性是窝藏着他们自己的计策 如果我们仔细来做各种计策上的分析 会发现他事实上在从2月14起 一直到此时此刻 他使用的计策已经超过是15个以上计策 这些计策都是用来服务于他自己的民地 或者服务于他自己的团队 就是包含蔡英文 陈建仁以及到他自己 这一整组人呢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目标 需要去借这个事情 而产生效益 那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他们马上在52年以后 要换借 也就是这些人要下来 他们要获得他们政治上的安全 并且呢 要他们说的事情不懂创始法 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是等闲之事 既然是这样子了 那他就必须透过这个事件呢 借力使力 而且呢 做很多大家觉得被遗所失的事情呢 来发挥他们自己想要做的效果 所以啊 我们会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 在这里呢 我们特别把它做一个拆解来看 冠冰林到底干什么 而这些计策又是些什么计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第一啊 它是一个连环计 也就是说它不是单一的计策 既然是连环计 那么后头就会有非常多这个那个计策 有些呢 甚至呢 你可以在36计里面就找到 有些是其他的历史经济里面 大家可以找找 好我们看第二步是什么呢 第二步是会发现 这是著名的草团借鉴 也就是说 自己 冠冰林他自己 就是那艘草团上的稻草人 可是不只他 还有其他稻草人是谁呢 还有个其他稻草人呢 包含那金门那些相关的官员 甚至也包含那全州过来 一起讨论事务的相关人员 这都成为所谓他草船上的稻草人 他为什么呢 让大家以为啊 他只是用这个事件呢 在讨论问题 他只是专门在讨论这里面 非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细节 比如说道理撞传不撞传 道理录音不录音 道理偷渡不偷渡 道理执法是不执法等等 他是设定这个议题 和这个议题其实是假的 因为他这个目标是要引开 大家对其他事情注意 下一个问题就是 他呢 事实上是希望为为救灶 这是第三季啊 为救灶救什么呢 救成见人 让大家不要再注意陈建人 因为陈建人那边啊 有非常多的朋友 关于美猪美牛 关于食安 关于高端疫苗 甚至啊 还让大家不要再注意蔡英文 还有假论文假博士的问题 这件事只要一清算 这个团队啊非倒不可 于是啊 这三个季连续使出来 大家呢已经开始晕头转向 可是他并没有就此就停住 他接着继续在换招 什么招数呢 就他自己啊 非常看起来像是痴痴疯疯的 而且呢 欺笑入骂似的 让人家觉得非常冷血 那就是呢 他是假吃不颠 也就是说他假装 有些吃鱼 事实上呢 他完全没有疯癫 这样的方式呢 特别在他在立院啊受质循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于是啊他还有下一步 那么呢就是设定好一个剑拔呢 让人跳起来 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请君入欧 哎在立委里面呢被请君入欧 会找到谁呢 例如陈玉珍 陈玉珍呢被他议题设定了 非得按照相关的方式出来 扮演要保护金门的这些首长 或者是金门这些相关的官员 那么不保护也不行 这就称之为请君入欧 一旦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很多立委会接着跳出来 跳下来 那就到了 他们很像在一个阁楼里 被变成叫做上楼抽屁了 于是你一上楼抽屁 大家就悬置在半空中 这下那倒好 马上呢 他就可以干另一件事 那就叫偷梁换住 他就让大家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已经换了一个主题 大家这时候都只能注意 基本重要事件 所有其他的 可能蔡一伦执政的巨大不利 或者陈建仁的各种不利 通通不能去注意了 到了偷梁换住以后呢 他接下来又可以进行 让大家不知不觉 他不想要偷渡事情了 那这个事情 你可以把它称之为 这个暗渡陈昌 或者是呢 摆明了是民修战道 那是在干什么呢 就是你看他表面做的事 那他实际要做的事 不是一回事 不是好像在谈所有的这个谈判 实际上呢 他是他真的要老跑 这暗渡陈昌啊 现在他已经度了一半了 好我们知道呢 第一九季 他现在在做什么呢 那他其实是想要满天过海 这一满天过海啊 他已经是让大家弄不清楚 他到底现在已经到了哪一天 哪一日了 于是呢 他可以再偷天换日 换句话说 他可以明目张胆的吧 就在街上大大大走 你看现在的成年人不就是如此吗 那么你想要再回头去执行呢 恐怕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好 然后接着 黄冰冰可以装作笑笑的啊 你一点呢 拿他也没办法 他继续就是他那个调子 你看他这是笑礼藏刀了 他这种笑礼藏刀呢 他还把美国也拉起来 那你可以看到美国那么远 他在干什么呢 在远交进攻 而记得呢 他就不断的去打这个传说 都是他们有问题 他们有三胡 他们没知道没什么没什么 这是远交进攻啊 于是我们看到 如果到了这12步 大家都还没有发觉呢 他已经呢 就快完成他所有任务了 他开始啊 可以摆出这个自身之外的方法 那就是隔岸关火啊 一到到隔岸关火的时候 已经到大家都已经浑然不知的状态了 大家看 他连用了13G 岂不是一个连环G吗 可是这个G呢 没有就此打住啊 因为啊 蔡英文准备在520以后啊 死上一招 那就叫走为上车 他人就快要落跑了 你看总共已经14G了 我们还是轻轻松松的 就把他揭开了这么多政策 或者这么多的计策 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呢 看到整个事情里面呢 是李太陶江啊 我也真的叫李太陶江啊 因为深圳想要解决问题呢 根本就已经不见了 而大家都只觉得是214的壮传事件 真的所有立法院想要管的问题啊 那可是啊 原来的食安问题跟高端疫苗问题 还有所有所有的啊 这个他用了他们的贪腐问题 你看15G多么厉害 所以马逼林 这不是巧合的演出 而是刻意精心设计的 大家务必不能上他了的